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9日 星期日 今天就是母親節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今天也是節節跟中國大陸緊構的 當然有任何對他不利 或者他的醜聞 他的黑材料 當然我們就第一時間跟大家報導 也跟大家分析 這次澳洲的媒體踢爆中國大陸 中方外洩了一些 內部的文件 原來發現這個解放軍 已經在五年之前 曾經討論過要將SARS 將它 變成 病毒武器 這件事就是完全 完全符合 這次的武漢肺炎病毒 來自 中國大陸的實驗室 單是從邏輯去推測 再看中共的種種行為 其實真的很難令人 相信這個武漢肺炎跟他的實驗室 跟他的病毒武器沒有關係 詳細再講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上一節就忘記了說 希望大家繼續在節目按like 我們現在就是雙頻道廣播 升旗易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兩邊的節目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會評分了view數 希望大家兩邊都在節目按like 兩邊都建設性留言 兩邊都痛擊五毛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也可以用Google戶口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可以繼續開多些Google戶口 是免費的 也希望大家努力點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多多支持黃色媒體 澳洲的傳媒引用一份 中國解放軍的科學家 和武器專家 撰寫的文件 原來中方在五年之前 曾經討論過SARS 將它 變成病毒武器 這個真的不難想像 今時今日 詳細看看中共的野心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 真的有一個 要稱霸世界的版圖 整個藍圖已經出來了 每一個地方 雖然他的軍事部署 是疑似世界大戰的思維 但是也不可以完全說 疑似世界大戰的思維就等於錯 雖然 跟現代的科技比 他的思維落後 但是他清霸的野心 其實一點也不讓 這個 就是當年的日本 輸蝕 甚至乎他根本就一直都以美國作為目標 也就是向著 這個 全世界的海洋擴張 所以 他研究病毒武器 這件事 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根據《週末澳洲人報》 《週末澳洲人報》 星期六的頭條報道就是說中方外洩的文件 英文的版本 這份報紙的頭條就是寫著 Wireless warfare in China files 其實我們早前也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中國大陸除了熱戰之外 實際上他在每一個領域 都是在跟全世界一直都在開戰 所以換句話說 除了Cyber warfare 其實中國 其實就是在打一場Wireless warfare 目的 目的 就是 要稱霸全世界 如果你看回這件事 這次病毒 肆虐全球的時候 很明顯中共 是有一堆人覺得 他們已經成功對付了西方世界 你看看西方世界 歐洲 美國 這些地方 處理疫情的手法 多麼差 他們一直都在說這一套 然後就認為 這個時候機會來了 我們是時候崛起 從中國大陸那種戰狼的取態 以及在這個 疫症大爆發 全球經濟 陷入衰退 尤其是西方世界陷入衰退的時候 很明顯你看到 他在嘗試想把握這個機會 換句話說 很可能根本這個就是他原本的劇本的一部分 又或者這個是曾經預料過一件會發生的事 誰知道 就在這個2020年爆發 但是跟他預測不相同的就是 西方的世界 雖然疫情 失控 但是西方世界沒有想像得那麼脆弱 也都西方世界沒有想像得那麼蠢 雖然有很多人就很膠 但是 西方世界現在 就是全面覺醒 澳洲絕對是其中之一 澳洲之所以最早跟中國大陸反抬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澳洲的情報部 截獲了 可靠的善報 知道病毒的源頭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武器實驗室 根據澳洲人報的報導 中方外洩的文件 就是美國國務院的官員調查 武漢肺炎的病毒起源的時候 在上年的5月就獲得這份文件 文件的讚寫日期就是2015年 當時這份文件就形容這個SARS病毒 就是預示了這個基因武器的新時代 研究人員就在研究這些人為操縱 新興的人類的 疾病 以及這些病毒 將這些病毒 武器化 再用前所未有的方式 將它釋放 只是看那幾句說話 就發現跟這次武漢肺炎大爆發的這件事 就是相當之吻合 我亦相信 香港人又或者全世界都沒有人會再懷疑 中共到底可以有多邪惡的 網絡安全專家 Robert Porter 受到 澳洲 報紙的委託 分析了中國大陸的文件 他很有信心就覺得這份文件 是真的 並不是偽造 其實我們也看不到任何理由 需要偽造一份這樣的文件 去老屈中共 只不過這份文件 就是外洩了 如果看回中共過去 做事的那種種種的操縮 包括去偷取別人的機密的時候 做事的那種操縮 如果有所謂內部文件流出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大家還記得華為 另一方面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執行主管 叫做 Peter 認為這個文件正正顯示出 中國大陸的這班科學家 一直都有打算把這個冠狀病毒 用作軍事用途 換句話說 引申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到底這次的外洩 是一次意外的外洩 還是根本就是一次軍事行動呢 但是我本人比較相信 這次意外外洩 但是 也是來自原本打算武器化的一種病毒 其實整件事 正正就是生化危機的劇情 生化危機就是想把病毒武器化 到最後就在意外的情況 把病毒外洩 這次 徹徹底底 就是 生化危機翻版 不過 那家公司就不是叫遮天 不是叫暗啤娜 那個叫做中國共產黨 最大可能性就是因為在中國 這些病毒實驗室 那些實驗的生物就是賣了去這個海鮮市場 這個濕貨市場 然後就在那裏就開始傳播 所以來來去去 你說源頭來自那個市場 這句說話和句子 就好像沒有錯了 問題是到底這個病毒原本是怎麼來的 這件事跟中國的所謂P4實驗室一定有關係 到調查團去調查的時候 當然你不會看到任何東西啦 哪個蠢到會讓你去調查的時候 你還會 有大量的證據 告訴你那裏會有東西外洩的 所以大家就謹記 一定要把 這個訊息 繼續 向外宣傳 不能夠 放過中共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